现在有许多人们非常机油 想要帮助他们 我们发现台湾便利超商 每年的甚至高达70亿被丢弃 我们希望可以让同学知道这件事情多么的严重 我们去访问了便利商家 然后发现便利商家又在做圣食问题的行动 可是台湾的便利超商丢的圣食太多了 所以这些行动也没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想要用几点的方式 只要集到十个友善时光的贴纸就可以换 的食物上贴友善时光打着七折的贴纸 把快过期的食品放在前面 这样的话我们拿的时候就会先拿到快过期的 就比较不会浪费食物 最大的充获是 我知道了便利商家的 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行动 把营养午餐全部吃光 然后回家的时候也不会随便把 还没吃过的食物丢掉 我平常不会把食物倒掉 然后妈妈都会叫我先把快过期的食物吃掉 再吃其他的 然后我去便利商家都会拿比较前面的食品 不然就是拿一些有快过期的东西 即将被倒掉的食品 不是 只要你曾经冤枪 最多的决定 是 我们下集中间都有 我们下集中间有点 我们下集中间有点 停下来